大家好,我是小胖 今天给大家继续带来华山的一个暴力对决 外加坊这边是三龙龚 对面上的是一个三物理 三龙龚配合着女儿斧托扇 开了一把斧扇 对面上的是一个双凌波 一时度女儿加华山 对家坊并没有带地府选择的是女儿加华山 也行吧 也行,控制力比较强 只是不能点杀 看看对面能不能切得来 三物理享受的一个优势 肯定是在速度方面的一个优势 法系的话可以稍微加的耐一点 也会有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输出 高输出你加的耐了肯定是没有了 但相对合理的输出还是有的 然后又有一把虎针的大克 输出方面应该还可以的 就算清廉防对面的公宝 可以把三标标中一个 灌浪方式变了两个 焦龙卡,感知卡变了一个 这个啥呢 就如意仙子卡加灵力的 没变模型卡我是万万没想到的 这个卡是加灵力吗 如意仙子我都忘了 雨仙卡是加灵力的 光辉补一补 防下独刀战扔一扔 观众方也不着急 因为观众方是三个打篮龙龙 他点的是一个打篮的金麦 来了一个二龙洗竹青宝棒 再来把三票 这个票有点 消的有点太票了 不是这玩意儿 他分应时间比较短 你卡五龙单和不合算 你不卡五龙单 你还出不了手 你卡五龙你还不合算 这个三票就这样 他就票两个回合 你知道吧 这个一笑清晨的三票 他就票两个回合 你说你吃不吃乌龙 点的秒十的金麦 三个龙龙都点的是 秒十的金麦 想要连藏刀给一个 点了 还是吃的无龙单了 碎甲树 倒是也省时间了 不用一个一个去破甲 再来一个天堂弄 光辉 光辉方是一个一个不来谱的 猜他 打的比较慢条斯理 不仅不慢 猪刀山接着补灯 三个龙宫一起秒对面 他也受不了 开秒 再来 这宝宝受不了啊 这宝宝隐身不隐身的 他宝宝也受不了 因为关照花还有俩蛟龙卡片呢 你这三标是有一些过分了 小飞标 上上毒 因为刚才说过 关照花三个是一个打蓝龙龙 点的是那一套打蓝金脉 有骨阵的大克输出也不差 但对面这个三标 他确实太飘了 又飘中三个 关照花三个 宝宝飞的也挺快的 三个物理 这青宝宝也不是嘻嘻哈哈的 也是有点威力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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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猜 猜猜 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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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 估计对面这还得睡宝宝 又飞一个 开始捣人了 哎 盖罗汉了 这个没有秒 防止对面换须迷 就是双方一顿三票相互伤害 声音哟 声音哟 这应该是紫星 应该是紫星 卷你 再卷 宝宝 神幼了 还行 但是这个 豹子飞了 怎么感觉对面好像顶着罗汉 他也有点扛不太住 扛不太住了 对张芳现在就得一直换宝宝 就陷入了一个循环里 不断的换宝宝 再玩还是隐身的 三观的话有两个感知卡片 双尸体 应该三个尸体 继续至尊三飘 飘中两个 还是飘中的俩龙弓呢 对面因为现代国汉已经结束了 刚好把这俩带感知的龙弓给飘中了 就这俩货 变着蛟龙卡 就这俩货被飘中了 对面的俩货 貼紙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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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飞宝宝 再飞宝宝 下回合还得飞宝宝 不是一旦进入这个三法系的节奏 他这个节奏掌控能力就太强了 而且三宫队的宝宝基本也不怎么耐靠 三宫队他的瞬机顺法以及闪现 闪现全队一个人只能有一个 但闪现的宝宝你要知道 闪现的宝宝抗性和血量都低 然后顺机顺法 又是三宫队比较多的一种宝宝类型 所以三宫队的宝宝基本就都没什么抗性 基本都没什么抗性 一旦开始飞宝宝 那就没完没了的一堆飞 你看看这 又是三个宝宝 又没了 还是隐身呢 继续三票 票中两个 观众方的三票 也要差 灵动刷一把 只有一个龙宫享受到了这把灵动九天 批死一拳潮人 再换阴神宝宝 倒地 一会对面这九转都不够吃了呀 神了一个 继续给笑脸 不让对面起罗汉 只要对两方罗汉起不来 观众方这秒的就 肆无忌惮 肆无忌惮 控制对面 两个高速三位的愤怒就可以了 这样对面他罗汉 他就干不错 九霄龙锥 多承担百分之九的一个法术伤害 龙宫呢 一个门派领宝 龙宫的门派领宝 宝宝再飞一个 差一点点火 真的一会九转不够用啊 对面一直在吃九转 也亏的平时三公队 他带的比较多 三公队一般都会多带九转 继续三 又是三个 又是三个 再找宝宝 寻觅 再来一把笑礼 也是怕对面 女儿 他偷几乎 你知道吧 因为人家女儿有意思 人家偷九 罗汉一定能放出来 所以观众好每个回合都在笑 又是一个九效龙锥 又是一个九效龙锥 小铃藏刀 轻轻放出来 换神色 宝宝退了 对面自己把宝宝换成熏灭了 防徐迷 继续干 我还观众好大的是真文 继续吃就穿 现在就进入死循环 就这么一个死循环 又是一把 对面这三飘式 一看就是平时练过的 又飘中三个 这三飘用的 一看就是个老师傅了 我这一看就是 最是 这三飘用的 一看就是 不 向凌晃刀 才怕 万宝一个 就一个须米对面 万宝 换了个夜罗刹 黄刺行的 洗手 这万宝好用吧 三个全洗手 女儿喝酒 业务清晨 出甲了 一把刺行 对面 好像这把刺行下来对面 舒服点 观战王一把三票 也是飘撞的三个 现在三票是不是改了 怎么命中率这么高的 好 滚 我们在把刺行下 哇 这龙宫打到后面好凶啊 压到鸟村 金刚补上 起了个震魂诀增加物理暴击的 对两方是不是感觉切不进来了 现在才感觉到吗 继续清宝宝 再飞三个 再飞一个 一回合把对面五个宝宝全清干 就一回合 把五个宝宝全清了 这也是江战空石头 好像确实没得打 确实没得打 对面打到十回合以后吧 对面的节奏就一直特别差 宝宝不断的飞 人物不断的出宝宝 就完全进入观察房的节奏 刚才说过 三宫队的宝宝抗性低嘛 抗性低不见得质量差 大家记住 这个是两回事 它是因为宝宝的 那种啥 种类不一样 它都是一些顺机顺反 这些闪现 或者是那种高速 超高速的 超高速的抗性也差 是因为宝宝的种类 导致它抗性 你就是豪门的高速高连 那抗性也高不了 对吧 那地厅也没抗性 所以抗性高力 跟宝宝质量 这没有本质的关系 只是因为宝宝的种类不一样 都不一样 再换练习神 你看这虚命 没办法 保不住 灌烂方换了个地听出来 战力 团队招逗逼 这个团队看起来就很快乐 你这玩意儿就有意思了 别人都是招个16加11 招个利弗陀 还是招个什么化身色 这倒好 直接抽个抽屁 不行了 这个团队果然不一样 有点意思 你越来越喜欢他 拜拜 拜拜